剩一些些啦好不好就剩下講一講就好了 好再來我們來講那個 這個是什麼 歷騎士 法國有兩個齊力相當的齊王 看一下這一題 然後各出他的賭金喔 32法郎 然後先贏三局就贏了 YES 然後就可以得到全部64法郎的那個金額賭金 每局一定要分高下 既分高下也決生死 然後不能成合局 第一局賈贏了 不料突然 呃發生 重大事故 可能疫情吧我不知道 然後咧賭賽 最後被迫中止 然後呢以後也沒有辦法再下棋了 可能倚就要割屁了 然後咧於是公正人就決定將64的那個賭金喔 然後評分給賈倚 那因為啦 假今天啦 直接評分一定對賈不公平 因為假第一局贏的嘛 他的贏面感覺比較高 對吧 所以呢 怎麼分比較公平 這就是我們的賭金分配問題 好不好可以吧 那 這個其實就是有一個人叫什麼那個什麼 怕什麼迷惡的 然後去問那個巴斯卡齁 去問那個巴斯卡說 得到的那個賭金分配問題 我忘記他是寄信過去還是怎麼樣 那他的解法是什麼 來 同學我們來討論一下 其實很簡單啦 就是我們得先把他 喔 他們所比賽的所有狀況以及發生的機率 然後怎樣 把它條列出來嘛 對不對 可以接受嗎 然後咧看賈倚贏的機率各是多少 乘上對應的賭金 對吧 是不是就是他的賭金分配了 OK吧 那我們看一下喔 這一題喔有可能怎樣 夾已經先贏了 所以剩下是不是 夾只要再怎樣 再贏兩場就好了 所以是夾 可能第二場 夾贏或贏贏 那大家繼續 字狀圖畫出去喔 先贏三場喔 所以這是夾 這是贏 可能要畫小一點喔 這格子感覺不是很友善 畫小一點 好長這樣 那這樣子的話幾個了 這樣夾是不是連贏三場 所以這就結束了 好再來我們往外畫 夾 蟻 上面這個是不是也結束 因為夾也贏三場了 好再來還有一種是什麼 是不是在夾 蟻 好結束 好再來咧 蟻呢 如果第二場蟻贏 是不是還有可能是夾 蟻 夾蟻 好上面結束下面繼續 因為二勝二敗 好再來夾 蟻 還有嗎 沒了這都結束了 對不對 好 這個是夾 蟻 好 蟻三場 夾 好大概是這樣 那我們來看一下 假贏的機率是多少 只要我有假贏的機率 乘上他對應的賭金 是不是就可以寫出他的期望值了 對吧 那假贏的機率有幾個 第一個是他 第二個是他 第三個 還有 呃 第四個 第五個 第六個 總共有六種情況是假贏的 對不對 可以接受嗎 可以接受嗎 那每一個分支機率乘以幾分之計 猜猜看 你怎麼那麼聰明 因為實力相 當馬 以這個分支來看 就是二分之一 二分之一 可以接受嗎 所以假有一種贏的情況 是不是四分之一 好 所以這個就比較討厭 接下來我們要慢慢算 第一種情況 四分之一 加上誰 二分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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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是八分之一 可以嗎 一個個寫 再來 二分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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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剛剛剛剛我有沒有寫錯 沒有 二分之一 二分之一 所以自己 是十六分之一嗎 好就這樣 還有嗎 還有嗎 二分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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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是再加上八分之一 就一個一個數 不要數肉 這裡是不是十六分之一 然後後面這個 是不是也是十六分之一 對不對 因為他在第 最後一排了 所以也是十六分之一 全部加起來 就是假銀的機率 那 通分的話 分母應該是 通分成十六 然後 四加二加一是七 七 七加二是九 九加二是十一 我們就算出 喔 假銀的機率是十六分之十一 同學 那他對應的賭金是多少 同學 總共的錢是不是就六十四嗎 對不對 所以e of x 就是什麼 總賭金 乘上他所贏的機率 就是他的期望值啦 等於四十四元 可以嗎 那乙要分配多少錢 那當然就是什麼 六十四減掉 假分配的 錢 我寫一假好了 這是一乙 等於 二十八元 二十八元 那期望值的那個答案有沒有單位 是有的 就看你原本的這個錢 的單位是什麼 有的時候是次數 有的時候是什麼 什麼紅色黑色啊 白球藍球 我怎麼曉得 對不對 還是要看這個單位做決定 好 這個就是我們的立題 是啦 賭金問題 再說一次 怎麼了 同學 我是故意的 你發現了嗎 你就是要專心啊 你會不會就沒有發現啊 你看你看他都沒有發現 我從一開始就寫錯 我沒想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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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不對 你怎麼會沒有想到我會寫錯呢 有的時候我就會出心啊 我相信你 相信妹啦 很簡單啊 結果我寫錯了 怎麼樣 告我啊 對不起啊 對不起大家我錯了 立題舞我還要寫嗎 寶貝 立題舞我還要寫嗎 我還要寫嗎 好吧 算了 來同學 來同學那我們再寫一次 不是啊 這個有冒險 你看 三枚公正硬幣一次 然後咧 一個證十塊 兩個證三十 三個證五十 公平幾件 投出三個反面 應賠多少錢 同學什麼叫公平 就是靈殼遊戲 他的期望值 最後答案 希望是多少 0嘛 好不好 那我們先看他的 正面的錢 是多少 對不對 就可以知道他反面的錢 應該要賠多少才合理 好那我們來咯 不行啦 我再覺得教書再教久一點 我就變智障了 第一種情況 是不是三個正面 三個正面多少錢 正正正 好正喔 是不是五十元 誰說的 他說的啦 好五十元 那機率當然會嘛 就八分之一啦 這我阿嬤來也會 再來是兩個正一個反 同學這剛有寫過機率 我就直接寫了八分之三 那是不是就是三十元 題目給的齁 阿再來咧 二 欸 一正二反 一正 二反 是不是十元 一個正面嘛 所以是八分之三 最後咧 三反應該多少錢 我們就叫他 叫他多少錢 X元好不好 好就X元 X元 三反 那發生機率是八分之一 期望值希望是0 因為他希望是0和遊戲 等於0 然後等於什麼呢 五十乘八分之一 加上 三十乘八分之三 乘上十乘 十乘大海 沒有十乘八分之一 然後加上 X乘上八分之一 十乘八分之一 怎麼了 他有時候顯示會比較慢 就是網路啦 有時候會lag 你也知道嘛 對不對 阿你打傳說時候是不是會lag 就是一樣的道理 我們這邊網速比較差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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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這樣可以嗎 那這加總喜歡 怎麼了 十乘一 怎麼了 剛剛有講嗎 啊 不行了啦 今天一直寫錯字 嗯 可愛吧 阿這是 不要笑 來 五十 對不起 五十加九十 因為把它當八分之一 全部都乘八 把它約掉 五十加九十加三十 五十加九十 一百七 所以X要賠多少錢 這就是賠一百七十塊 可以嗎 自己算喔 遊戲貼幹 完了 好不好 你算到後來你就發現 題目就 很固定啊 沒什麼特別難的地方 那期望值的時候 你自己條件在列的時候 要不要少列就好 好 再來往下囉 GOGOGO 立題六 自己寫 立題七 如果要你自己寫 你會生氣嗎 我 你生氣啊 沒有啦 我們講一下 我們等一下再講兩題好了 像保險公司這個 就是很常講 所以我們也提一下 那下面這個 這個單選 這個也很常講 我們也講一下 可是這個正反面 投硬幣跟骰子的 我實在有點不在想講了 好不好 你就自己看囉 好不好 我們挑立七跟立八 來看一下立七喔 數學測驗有25題單選 都有5個選項 答對可得4分 答錯倒扣1分 喔 很硬耶 答錯要倒扣 已經確定16個對 然後咧 有6題5個選項中 有兩個不確定 這6題 他就從剩下隨便猜 哇靠 好猛喔 然後另外3題隨便猜 嗯 厲害厲害 然後他的期望值 這個好像蠻簡單的 這個好像蠻簡單的 通學 你要先看喔 他分成幾種 幾種可能喔 幾種選項這樣講 第一個是必中 什麼叫必中 這他會啊 對不對 他會所以一定中 有16題 對吧 那他16題可以打幾分 是不是4分 每一個都是4分 所以就是什麼 4乘16嘛 對不對 那我等一下再寫好了 好再來 另外一個是什麼 我看一下喔 有兩個不正確 他一定會刪掉 就是A B C D 確定這兩個不對 那就是從剩下的3個去做選曲 對不對 可以接受嗎 所以選中的機率是多少 是5分之3 對不對 5分之3會選中的 有幾題 有6題 那再來呢 剩下的是什麼 隨便亂猜 就是5個隨便猜 就是5分之1 所以5分之1會中的有幾 是不是有3題 有3題 好接下來我們要把它的機率順便寫上去 來必中 既然必中 所以機率是不是一定是1 這樣有沒有問題 再來 5分之3重 那我已經寫出來了 他的機率就是5分之3 那我不就寫了嗎 討厭 5分之1 好 那再來呢 就要算他的 期望值的分數啦 那期望值的分數齁 當然要乘上你的題數 為什麼 因為一題得到4分 那16題就不只4分 就16乘以4嘛 對不對 好那我們要寫囉 16乘上4再乘上1 這個1指的是他的機率喔 好再來加上什麼 好等我一下 加上 1題4分有5分之3的機率會猜中 然後咧有5分之幾的機率會猜錯 是不是5分之2 那5分之2要倒扣1分 那這樣子的題型有幾題 是不是有6題 可以接受嗎 聽得懂來講什麼嗎 喔 5分之3會中 5分之2會錯 所以會倒扣 然後這樣子的題型有6題 好 再加上 4乘以5分之1的機率會中 然後咧 負1乘以多少 乘以5分之4的機率會猜錯嗎 然後這樣子的題型有3題 好 然後算數答案來 這個答案你有沒有發現 他其實算是一個零和遊戲嘛 對不對 你看5分之4的機率 跟正 5分之1的機率中 可是1題4分 5分之4 加上他數剛好是0 對不對 所以 欸這是一個零和遊戲齁 好 那這個答案我幫你算嗎 還是你想自己算 同學 很好自己算 好了我算了 12 12-2 15分之2 喔 剛剛好耶 所以76分 好 76分 好 就這麼簡單 欸我考你一個小東西 小補充 同學 這是選擇題 啊 你有遇過一個 多重選擇題的題目嗎 應該有嗎 都高中了應該有吧 那如果是多重選咧 突然想到的 小補充喔 多重選擇題 然後A B C 諸一 一樣有5個選項 可以接受嗎 可以接受嗎 這一題答對 如果全對齁 全對 不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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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重選 我們寫改一下好了 改一下好了 多重選太難了 複選題 寫複選題 大家知道複選題跟多重選差在哪裡嗎 謝謝 你這個爛答案真是爛透了 同學 複選題的意思是 假如這一題的答案 可以複選 答案是B-1 全對才給分 聽得懂我在講什麼嗎 多重選的話 你寫B-1 你寫B-1 是不是會有局部的分數 可以接受嗎 因為多重選 有局部的給分 會比較難 所以我就直接寫複選題 這樣會簡單一點 好不好 可以齁 聽得懂在講什麼齁 快說聽得懂 好 那假如今天呢 你答對 答對 我就給你5分 那我想問你喔 那公平的話答錯要幾分 要倒扣幾分 這樣可以嗎 OK嗎 那當然啦 我們得先知道答對的機率是多少 同學 答對機率是多少 猜對我給你 我請你核心巴克 這一題你猜對 答對機率多少 你猜對我請你核心巴克 不要說猜啦 你答出來就請你核心巴克 幾分之幾 全對喔 A B C-1 五個選項 啊幹沒有人 五個選項全對幾分 複選題不知道 給你一個提示啊 要嘛選A 要嘛沒選A 所以有幾種 三種 四種 我的滑鼠舉起來囉 蛤這個很難嗎 十種 十你妹妹 要嘛A 要嘛沒A 要嘛B 要嘛沒B 要嘛C 要嘛豬 要嘛沒豬 要嘛1 幾種 算了喔 星巴克我自己回 對嘛 但錯喔 同學 很多人會說是32 這是有陷阱的 如果今天直接寫 確實是32 但你在寫考卷的時候 有一個你不會猜 哪一個不會猜 你不寫喔 連A B C-1 你都不寫 你到底要幹嘛 31種 對 所以他要減1 聽懂要講什麼嗎 所以你的總方法術 Total要怎樣 要減1 聽懂嗎 所以是31種 可以接受 所以對的機率是31分之1 錯的機率是31分之30 這樣子期望值會算嗎 好不好你就自己做囉 對啊 反正就是啊 複選題要猜對 你是鬼吧 而且要全對喔 很難啦 複選會有可以單選嗎 可以啊 複選題可以單選 喔 我知道你在講什麼 因為你這裡有可能是 只有選A 對不對 對 複選題也可以單選 複選題也可以單選 因為有一些複選題 像那個你們的那個 地科或是物理 有時候會說什麼音選幾項 對不對 喔那個 對 就這樣 就這樣 我這裡是可以單選的喔 我這裡是可以單選的 所以應該是31種 31種 好剩下自己做 那多重選的話 同學你可以上網Google一下 非常的難 他的分母是969分之 不知道多少 你可以去看一下 就可能會寫兩個頁A4 所以我就不講了 好再來我們看一下 那個第八題 保險公司題 這一題應該蠻經典的 我們來欣賞一下 來一位50 50歲的人 去投保保險公司 投一年級的保險 保額100萬 好爽喔 然後保費500元 好爽喔 如果經驗 根據經驗 50歲一年內死亡的幾率是0.001 然後保險公司獲利的期望值是多少 保險公司獲利的期望值是多少 同學你要先思考 如果今天他問說 這個人獲利 這個人會獲利嗎 他都死來獲利 他的家人會獲利 也可能啊 那這個是以保險公司的角度出發 同學保險公司賺的東西是什麼 一定是什麼 這個保費嘛 這個就是很像入場券 保費 入場費的意思一樣 所以他期望值是 來 500這個東西是正 聽聽懂嗎 好 入場費幫我寫一下 買了 就要給我錢 那他什麼時候會賠錢 同學 這個入場費要不要給 有沒有什麼機率要成 不用啊 你買是不是就要給錢 所以這是本來就要有的 對不對 好 那他要付出來的機會成本是什麼呢 所以今天啊 我要給你一百萬 一百萬六個零 一二三四五六 什麼時候會發生 是不是你在一年內死亡 所以乘上0.001 對不對 那其他情況是什麼 其他情況就是 假如今天我想看喔 0.001 然後我要給你-100萬 那其他情況 我是不是就不用給你錢 聽懂嗎 這個是發生了這幾分之幾 萬分之一的機率 我要給你一百萬 其他情況 我都不用給你錢 所以你真的寫完整 應該是這樣子 可以嗎 那不用給你錢 其實這個可以不用看嘛 對不對 可以省略 但是我就講得完整一點 我就寫出來 然後咧答案是 先算一下齁 先算一下齁 欸不對啊 我這個還要按計算機 真的很丟臉耶 是不是付多少錢 欸幹 怎麼可能 他是正的耶 喔對好像是保險公司 喔那對對那沒錯 我想說欸幹 那保險公司怎麼會讓他是正的 同學沒錯啦 所以平均啊 你只要有一個人保保險 他就可以賺多少錢 是不是400元 可以接受嗎 這就是一個大概概念 好不好 剩下的題目喔 就丟給你囉 就讓你自己回去 自我修煉啊 可以自己寫寫看 因為他都是那個 硬幣跟骰子的題目 我們已經寫到 有點 有點神喔 好不好 那竹女的朋友 辛苦你了 等一下呢 你會更辛苦 哈哈哈哈 嗚呼 來祝你朋友 送你愛的禮物 來幫我們傳閱一下 好不好 送他 喔 這一個呢 就是你們這次段考的那個 排除的那個題目 你們可以自己寫也看 好不好 那剩下的 不好意思喔 剩下的朋友 更辛苦齁 我們要繼續上 數據分析 來給你 你可以睡一下 可以睡一下 大概有10秒 趕快睡 對 對 會出去分析 你們有交惡 我們有三圍 我們去交惡 我也想分析三圍啊 我們去交惡 你們交惡惡了嗎 我們交惡惡 快要交了 所以我完全聽不懂 是在講誰 我也挺不想 因為難啊 真的沒有很簡單啊 講實在的 因為我要實在真聽解剋而已 來 親愛的 接下來我們要繼續囉 主女 主女今天 三個範圍就到這了 辛苦大家 好不好 接下來就讓你們寫題目 然後我趕快幫他們衝齁 那我就先教你們 啊 啊 啊 本子不夠算了 二維數據分析 幫我找一下 二維數據分析 上面寫二維數據分析 快幫我找 快幫我找 你不要胡亂我 真的上面 真的上面 我先做 看看我還有兩個 啊 啊 不是那個不是那個 我知道我按錯了 哪裡 你沒有搜尋嗎 哪裡上面 喔喔喔喔 欸你很聰明耶 好緊張喔 來 親愛的 接下來我們要從 一維數據分析開始講 但前面的那個 國中統計概念非常的簡單 所以我會講得非常的快 可以嗎 那我個人認為啊 如果今天齁 讓我當教育部長的話 我第一個教的 就一定是統計 因為統計更貼近人性 我們現在所學的很多代數性的問題 都是為了解到那個微積分 希望在微積分之前的所有代數你都會 但其實微積分 其實真的比較少用 反而是統計比較深入人心 像我今天說降雨機率70 你大概就知道你自己有沒有帶雨傘 對吧 欸你們知道降雨機率70 是什麼概念嗎 有75塊機率會下雨 我跟你講喔 他有分兩種 很久很久以前 在美國 就是美國一開始講的時候 因為最初是他們自己定義的嘛 他們一開始是講說 降雨機率70% 是百分之多少 是百分之百會下雨 就是百分之百會下雨喔 只是下雨的地區 大概是局部的多少 百分之七十 你懂我在講什麼嗎 就是有百分之三十地區 我們估計絕對不會下 另外百分之七十地區 百分之百會下雨 可以嗎 可是後來好像他又改了 改製成我們一般理解的百分之七十 所以會有兩派說法 可以嗎 好不好 那我不知道我們台灣用哪一個 我不太確定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 這裡有幾個統計量 幫你做一個簡單的複習 第一個 重數 欸他寫MD欸 他有另外一些老師 是簡記成MO 重數 再來中位數 欸我等一下念過去 等一下你有問題就叫一下好不好 中位數 還有全句 還有四分位句 當然啦還有什麼 還有以前我們所學過的什麼 平均啊 算數平均數 算數 平均數 算數平均數 算數平均數 我們那個時候教什麼 是不是叫他為MU 可以叫MU 可以接受嗎 就是平均啊 好我們先從重數開始 好不好 來同學 一一二二三三 欸太多了 一二二三 同學重數是誰 一個 漂亮 從這裡得到一個小啟示 什麼小啟示 可以不止一個 聽得懂嗎 NO就是MO 就是重數的意思 重數可不止 可以不止一個 好這是第一個 好再來第二個 中位數 同學中位數至少會算吧 就是 取中位數 中間的那個人 對吧 那要由小到大做排序 舉個例子 假如我今天由小到大排序 一二七十十三 同學 中位數是誰 就是中間這一個嘛 注意喔 要由小到大排序 小至大 所以MO 跟著密就是多少 就是七 那如果是偶數呢 一二七十 那怎麼辦 真正的正中央 我們那個時候國中怎麼算 所以取中間兩個相加怎麼樣 除以二 聽得懂我在講什麼嗎 所以答案是七加二 七加二足了四點五 同學 從這裡你又得到一個小啟示 中位數一定要在資料裡面嗎 不一定 也不一定要在資料裡面 可以嗎 全均呢就是最大跟最小的差值 好吧我就稍微念過去 那你有沒有想過啊 還有一個四分畏懼 差點忘記了 四分畏懼呢 就是什麼 還記得嗎 是不是Q3-Q1 還記得嗎 記得 剛才剛才跟我說記得喔 忘記了 Q3-Q1 不會幹 G了 等下我們算一題 喔 那我們等下算一題 我們先講解一下 我們為什麼要學這四個東西 甚至還有算數平均數 算數平均數應該知道啦 就全部的東西是怎樣 總共的去處理什麼 總和嘛 去處理總次數 對不對 去做一個平均 可以嗎 喔就是一個平均的概念 好 那為什麼要學這些統計量呢 我們講一個例子喔 這是真實例子 好不好 你至少要知道為什麼要學啊 同學 大家對我們的那個 薪資調查 有概念嗎 根據內政部喔 喔在2020年喔 他的薪資調查 平均喔 我有背起來 大家的圖長很像這樣 我是認真的啦 我是認真的啦 我沒好笑你啦 等一下喔 欸我的筆是不是快斷了 這個是Money 這個是相對應的人數 他的圖有點像這樣子 好不好 大家可以去Google一下 那平均呢 來大概在這 欸有有有 黑色我要黑色 來平均大概落在這邊 算數平均數 那你知道我們平均 美人心之所得大概多少錢嗎 6萬 欸同學6萬 幹沒有啦沒有啦 我們沒那麼厲害啦 大概48000 48K 這是真的嗎 這是真的 但你自己去問幾個人啊 問你的朋友啦 家人 對 我不好說不好說 同學 那你會發現 其實大部分人 能不能到達48K這個標準 完全沒有 所以呢 這個 其實是一個不太合理的量 為什麼咧 不是說平均沒有意義 只是因為會有一些 極端指數的影響 舉個例子喔 有可能誰 郭台銘嗎 有可能誰 有可能誰 王元松嘛 對不對 對嗎 有可能誰 在天橋上當魔術師的鐵頭嗎 對不對 所以就會拉高平均 或是什麼 拉低平均 他搞不好一個月 0.1K 有沒有可能 那郭台銘可能一個月幾K 這麼多K 那元松可能幾K 有可能嗎 所以會受極端指數影響 搞不好元松一個人 就撐起一個國家的GDP嘛 對不對 所以 這一個 有的時候 不太貼近我們的真實狀況 那我們就會取什麼 你知道嗎 我們就去取我們的中位數 那中位數取出來 同學 重數跟中位數一樣 最多的在這裡 對不對 我們的重數 大概就只有28K左右 那中位數呢 也大概座弱在什麼 28K 那是故意的對不對 你說什麼 對嘛 是不是這個意思 對啊 有時候延遲啦 這裡要小心 這樣可以理解嗎 所以為什麼要學這個統計量 就是因為啊 我們的算數平均數會受極端指所影響 所以我們還是要求Moe跟蜜來做 可以接受嗎 那Moe跟蜜怎麼背 我教你一個很爛的背法 我教國中生你這樣教啦 來同學 重數就是什麼 就是多嘛 多是什麼 多是什麼 摩摩摩摩摩摩摩 重數 好爛喔 我知道很爛啊 就很好背啊 那蜜咧同學 蜜是什麼 以我為中心 咪咪咪咪咪 中文書 這樣可以嗎 這個R是最大減最小 就像圓松跟鐵頭之間的金錢差距 可能就是我們的R 可以嗎 好就這樣 那我們四分位句要做嗎 我看一下他這裡有沒有四分位句的題目 這個你自己回家寫我才不要寫 找一個四分位句 找一個四分位句 其實因為那個都國中的 其實我們沒有想要教 但是因為有人剛剛反應四分位句不會寫 所以我們交個例三 來同學翻到例三 前面這個太簡單就不講了 那我們來看例題三 他說 數學老師請九位同學 然後各自拿出一個十元硬幣 然後分別投資十次 好閒喔 然後報告自己的投資正面次數 分別一為 736625367 同學這是鐵頭電話號碼 沒有我亂講的 然後九位同學呢 投資硬幣十次 正面的平均數學 全句重數中位數四分位句 我們就用這一題這把寫完了 可以嗎 來從首先呢平均會不會做 平均我們叫mu mu 或叫x bar可以了 就等於總數 736625367 快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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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以幾 總共9人 總共9人 好來我們清算一下 7加30 10加616 16加22 22加22 24加5 29 29加3 加6 加7 45 所以平均是5 這樣可以嗎 有沒有單位 有 他原本是什麼就是什麼就是次 好不好 等一下我就不寫了喔 再來全句是什麼 R 就是最大減最小 同學必須由小到大排列喔 所以你排列後是不是2 3 3 233 然後 5 6 6 6 7 所以最大減最小是多少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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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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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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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6 6 6 2點多多多多多 同學2點多 我們寧可多不願少 是我們統計上的習慣 寧可錯殺一人 寧可錯殺不願放過一人 所以我們取的是第三位同學的成績 這個就是我們的Q1 Q1在四分之一位置 好 那第三位同學的成績是多少 快看 在哪裏是不是3 所以Q1就是3 可以接受嗎 四分之一的位置大概在3的這個地方 好老師那Q多少 Q3叻 乘以四分之三 39 27 27除以4是多少 6點多 6點多要取第幾位同學的成績 你好聰明喔 幹 所以是誰 是不是第六個 他怎麼知道 因為他 他有眼睛 所以是6 所以 你的Q3-Q1就是四分位距 叫6-3 等於多少 3 這樣可以嗎 四分位距 這個四分位距如果越遠 這個值差的越大 就代表這個資料比較分什麼3 好聰明 對就是分3 不知道有沒有什麼叫 對啊 小屁有幹明明就這樣喔 你也可以怎樣 說實話 四分位距你可不可以用全劇去看 7-2 是不是也可以代表資料分不分散 集不集中 對是沒錯 但如果今天你會去看那個 心知所得 有王元松跟鐵頭 是不是這個其實就不準 對不對 因為其極端值是會影響 所以有時候我們會取這兩個 之間的差去看資料 因為他有可能一坨人在這 結果鐵頭在這 原松在這 有沒有可能 有可能 所以我們有時候才會求四分位距 聽得懂我來講什麼嗎 好不好 這就是一個概念 很重要 啊我再問你喔 假如今天啦 好死不死啊 等一下 假如是10個人 同學 他算出來喔 是5 同學 那5的話是直接取第5位同學的成績嗎 不是喔 如果今天是5的話 你要取誰 5加6除2 就代表前面有5人 後面有幾人 也5人 那我們剛剛有講過 是不是要做平均 可以介紹嗎 要找這兩個同學做平均 要特別小心 這也是國中的 好再來第二題 他說呢 第9位同學幹什麼東西 投説是遊戲代幣 所以要需要刪除他的資料 啊第9位同學是誰 第9位同學是誰 7 喔那我先把這個插掉 我發現我可以做了 因為等一下就要 等一下就要做這個類型了 好那我們就重新排序喔 好不好 那這資料就變成 2 3 3 5 6 6 7 好長這樣 8位同學 平均同學平均自己算 來 莫自己寫 蜜自己看 欸 不要不要不要 蜜要自己看嗎 阿 不要蜜算一下好了 同學蜜是多少 中位數怎麼算 是不是取中間的兩個人 相加 除以2 對不對 蜜是中間 50%的地方 他也相當於是誰 你知道嗎 Q2 因為四分之二 是不是也是50% 可以接受嗎 那我們想一下 所以就是5加6除2 答案是5.5 好了 Q1咧寶貝 我們得先算出 8乘以四分之一的位置 他叫2 那我們知道 這個2 是不是要找第三個人做平均 對不對 所以呢 Q1要寫做 3加3除2 就是第二位同學跟第三位同學的平均 叫3 好了 然後8乘以四分之3 是Q3 所以是6 那我們要找什麼 第七位同學去做平均 所以就變成了 就變成了 6加6除2 所以是6 所以Q3-Q1在這邊 他們還是一樣 叫什麼 是不是還是6-3等於3 可以嗎 等你一下下 這都是國中的 所以就 非也是的教 完蛋了 我的心都沒了 是誰的心啊 把孤單留下 比特比報啦 我真的想麻髒話 啊 居了居了 不要看了 越看越傷心 來立體式 跳過 先看一下後面有沒有比較猛的 欸 立體會算嗎 欸我們要講講講講的 講得很開心 立體會算喔 但是不會 蛤 不會算嗎 嗯 自己做啦 欸大家還記得什麼叫累積次數分配表嗎 就是累積次數 就是累積 就是累積嘛 來 40分以下 一個人 50分以下幾個人 3個人 欸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 不對不對 這是次數分配表 他他是說 請用以下累積分 分佈表 求中位數 那你有以下 他應該是希望你把這個次數分配表 把它化成以下累積次數分配表 這在講什麼嗎 所以你說老大要怎麼寫 同學 我就寫這一次了 你以後不要再叫我寫了 30到40 40到多少 來 30到40 一人 40到50 兩人 欸我可以不寫啊 我真的 是誰的心啊 把孤單留下 我偷懶了 他還好嗎 不好 來寶貝看一下喔 這一題是這樣子的 40分以下有幾人 是不是累積有1人 可以嗎 是不是累積 那50分以下有幾人 是不是1加2 對不對 所以有幾人 3人 可以接受嗎 再來呢 50到60 所以60分以下有幾人 是不是就10人 以此類推 最後你加出來結果 累積數字數分配表 你右邊一定是誰 5什麼10 50 為什麼 全班人數啊 你全部單人數 100分以下不就全班人數嗎 懂我意思嗎 那為什麼叫以下累積 同學就是中文啊 幾分以下人數 就叫以下累積 幾分以上人數就是以上累積 聽得懂嗎 就這麼簡單 沒有 其實照理講的要有 講實在 照理講的要有 我們數學上 直觀上的講法是以上以下 都有包含 可是實際上在算的時候 你有沒有發現沒包含 對不對 這是中文啊 這是中文 好再來往下了 自己回去寫了 不管你了 再來講算數平均數 哇哇哇 是個馬會嗎 就是所有的值怎麼樣 相加除以什麼 除以N嘛 就是除以次數 那我們這邊叫什麼 我們叫mue 同學這個不叫mue 上次有個人叫mue 又不是牛 這個叫mue 這個叫mue 不要念錯了 念錯很丟臉喔 好 mue 來同學 算數平均數的基本性質是什麼 就是它可以跟著伸縮跟放大倍率 就像我們剛剛教的期望值一樣 乘以A加B 知道在講什麼嗎 喔 我舉個例子喔 就是每一個資料 喔 對不起我有點智障 每一個資料 你把它放大A倍 乘以A 這個寫比較好 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 後來的資料 等於原先的資料 乘以A再加上一個常數 就像你們喔 考試考太爛 老師說你們全班分數乘以2加5分 同學 平均會不會跟著乘以2加5 就這麼簡單 這可以證明嗎 喔 我們就會證明了 來證給你看齁 來mue是什麼 muex就是x的平均數 是不是se加誰 sn出於什麼 除於n嘛 對不對 那你的muey是什麼 後來的齁 是不是就叫 A倍的se加b 每個都跟著乘以A加b 加上 s2乘以A加b 嘟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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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己算 然後除於什麼 n 為什麼還是n 靠腰 你分數乘一乘 啊你人又不會突然變多變少 對不對 你不可能全班乘以10 噢幹 為什麼不被你救了一死 就是你不可能分數調分之後 結果你們全班的人數突然變兩倍嗎 對不對 喔蠻可怕的齁 來 所以呢你可以把倍數 是不是再提領出來 提出A 然後勒 se加到s2 一直加到sn 那b有幾個 bb有幾個 bb有幾個 兩個 兩個 n個 我那個點點點 是不是bbbb 然後有n個 對 所以叫nb 牛b 然後再除以n 好同學 啊當然啊 你細細一看 這個是不是就可以整除 對不對 可以約分嗎 所以呢前面就變成什麼 A倍的 算數平均數 μx加上b 這樣可以嗎 因為這前面這一坨是什麼 n分之s1到sn 是不是就是μx 聽得懂嗎 那A倍嘛 啊這個咧 就是n分之nb 就是b嘛 可以嗎 你可以把它拆成兩個分式去看 好 好這就是算數平均數的基本特性 喔我活不了了 我整個人都沒了 是誰的心啊 把孤單 那你是不是很想馬上來著手寫立體1 是不是有這個衝動 沒錯 身為一個數學人齁 就是要有這種決心啊 我看一下 好啦我們休息一下好不好 廣告後再回來 同學等下廣告後回來 記得提醒我不要再把它關掉了 我就是 沒有錢 要不然我們幹嘛工作 對啊 欸我的那個 也是 欸我是說 欸 不是說銀行裡的錢嗎 還行啦 喔 看不到他想要 你說那個腎臟之類的 幹嘛少一顆腎是不是 來寶貝 接下來我們要繼續囉 我們要上立一囉 那同學那個立一非常簡單 但是我要藉由這一題 來講解一個小東西 好不好 這是主句的問題 像我們主句喔 同學 他給你一組的資料 120到130 我們實際上不知道他是121還是129對不對 所以我們在算的時候 我們是怎麼算的 我們都是取中間的主終點 聽聽懂我來講什麼 取中間 像他中間是多少 120 喔你好聰明喔 所以就是125 135 然後一直到什麼 185 聽聽懂我來講什麼 所以如果你要算50個人的平均 我們怎麼做 看到囉 就是我先講第一個做法 就是 125 乘2 加135 乘5 點點點 一直到什麼 185 乘1 出於50 來這是第一個做法 這樣可以接受嗎 同學 這個做法有點瑕疵 這個瑕疵是什麼 數字有點大 其實不是很好算對不對 所以我們就衍生了第二個做法 什麼做法 你還記得嗎 以前啊 1000 1001 1002 1003 同學你去算平均 你怎麼算 你真的是會把它加起來除以4喔 不會 我們會怎麼樣 是不是會故意先減1000 然後再怎樣 去做平均之後再加1000 有沒有 有沒有印象 對不對 取一個中間數好算的為0 對不對 這個你也可以用一樣的概念啊 如果我去取啊 中間是誰你知道嗎 是不是大概在這裡 而且他人數很多對不對 感覺這個人就很難處理 我就會令這裡是多少 基準點 令它是0 聽得懂還講什麼喔 會不會太難 欸幹會不會太難 會不會太難 好令它是0 令它是0 好這樣子 那令它是0之後呢 125跟 這是多少 155 同學125跟155差多少 是-30 這裡是不是差30 是不是就可以啊 有機會抵消了嘛 對不對 一陣一陣去抵消 這已經夠快了 但我想更完美 同學它的主句是多少 是不是10 同學看到囉 我怎麼做 我把接下來的每一筆資料 都是怎樣 將原先的資料 SI 先去減掉155 像這個125-155 是-30 再去除以誰 再去除以主句 幹我真的好強喔 同學 那你看一下喔 125 來125-55 然後呢 除以10 這裡變多少 是不是變-3了 有沒有更好算 那這是多少 -2-1 對不對 那這裡呢 165-5 155 除以10 是不是這裡變成正1 2跟3 同學一定更好算 聽得懂嗎 好不好 那我們做一下 所以啊 這個 這個 MI 改變後的資料 它的平均就變成了什麼 -3乘以2 有兩個人 -2乘以5 -1乘以12 好可 加上10乘以1 不好意思 我把1寫前面好了 1乘10加 2乘4加3乘1 來寶貝 除以多少 除以50 誰幫我算 啊 幹我們自己算啊 算了啊 就都自己算啊 一個人的數學啊 啊 好孤單喔 好冷喔 嗚 就是 21嘛 22 -1 所以-7嘛 50分之多少 -7 你問老師 啊50分之-7 欸答案 答案你妹啊 這是什麼 這是我們改變數據之後的平均數對不對 你如果要算原先的平均 是不是要怎樣 利用這個式子回推 怎麼推 利用這個關係式 μy跟μx是不是也有一樣的關係 對不對 每一筆資料都-155除10 所以算出平均數字也是差-155除10 對不對 你整理一下你就知道 原先的μx啊 可以想成10倍的μy 再加上155 好 所以我們從這裡可以推 μx就等於什麼 10倍的50分之-7 再加上155 同學這樣算一定比較快 信我一波 來 所以這裡約分 是不是5分之-7 叫-1.4 155-1.4多少 153.6公分 這就是它的平均 你這樣看好像沒什麼 實際上去想 你125乘2 135乘5跟這個 是天差地別 聽懂嗎 我們做什麼 我們是把這個關係列出來 先把變換後的數字好算的算完 再利用這個關係回推我們的原算數平均數 這是一個高級的做法 好不好 希望高級的你也會齁 啊沒有人要跟我吃飯 你去探探 探探誰 是那個什麼 喔什麼 綠色的 喔米喔 欸我之前有用過探探欸 那我欸不是 不是探探 那誰喔 沒有 OK 聽的啊 我那個聽的是 我的一個同事女生 幫我們頭頭下載 他說欸 王子你玩這個啦 你玩這個一定會教女生 你玩就玩 你玩別人幫你頭頭下載 幹不是啊幫我用的啊 他說你要交女朋友就要下來這個 我說真的嗎 同學 到現在 已經過了快兩年了 你覺得有用嗎 你可能要付錢 真的嗎 這個交友軟體是一定要付錢的嗎 那一年投幣啊 也是啦 用錢買來的快樂 天氣還很開心 對啊 跟月老還會收我錢喔 太扯了吧 好下面這一題自己算 不算 拜拜 對喔 很不合理耶 如果我都給你寫 你會生氣嗎 好自己寫喔 拜拜 好同學 接下來我們要講一個 那個幾何平均數 這個稍微知道一下就好了 稍微知道一下就好 什麼叫幾何平均數 就是相乘開N次方根 在講的時候相乘開N次方根 這裡就是S1S2S3一直乘乘乘乘乘到SN 然後開N次方根 這就叫幾何平均數 因為我們就算成長率問題喔 加減其實不太符合真實情況 我舉個例子跟你講喔 假如今天喔 我們補習班 因為我們跟鐵頭常常開黃槍 結果後來倒閉了 同學 我們會去做什麼職業 牛郎嘛 對不對 通常啊 就是去咬 喔喔喔喔去咬 可能嘛 大哥比方 那今年喔 只要鐵頭出來 這張牛郎 那他一開始業績長喔 因為這個太七星狀了 大家覺得 哇幹好特別 一定要點 所以呢 他一開始啊 原先 100元的資本額 很多齁 結果呢 第一年業績長紅 增長了50% 所以他的錢變多少 是變150元 增加了50% 可以接受嗎 那第二年呢 發現沒有 他的錢怎樣 下跌50% 因為大家覺得實在是 好像看久了有點噁心 有點油膩喔 那下跌50% 他的錢變多少 是100元嗎 你拿R 你稍微算一下 下跌50% 是不是乘以 冷靜 下跌50% 是不是乘以50%的意思 所以答案是75元 同學 你發現了嗎 如果單純的用加法 減法去做 合幣 他的那個成長率 可以這樣子算嗎 不行 不行喔 所以我們是用相乘 去做開根號的 就會合理一點 你看喔 假如今天我們是用乘的 你乘以50% 同學 來乘一下喔 50% 乘以150% 因為他成長嘛 然後咧 再下跌 是不是乘以多少 百分之50的錢 然後再去開根號 你會發現合理很多喔 這裡多少 100可以提出來 100可以提出來 然後咧 50跟150 是不是多少 50x 50跟號3嗎 欸等一下 我是不是有寫錯 為什麼答案不是75 是我算錯了嗎 150 欸 欸我哪裡算錯 100x150 欸對啊對啊對啊 欸奇怪 難道150的一半不是75嗎 沒有沒有 我懷疑我自己 因為我算出來答案 跟我想的不太一樣 欸我哪裡寫錯了 這裡是 50 對啊 對啊 錯哪裡 53 難道不是這樣嗎 開根號不是 二分之根號3嗎 對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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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欸 欸 可是你100x2分之根號3 他的答案不是75耶 欸我哪裡寫錯 我要幫我檢查一下 100上升50% 乘以1.5嘛 對不對 乘以1.5嘛 好 下跌乘多到 啊 乘以2分之1嘛 欸 更完美啊 哇 白論 白白白 白白 你的人 你的愛 人我不明白 白白 白白白 白白 沒有啊一定 對啊 那50提出來啊 分子分子分母分母啊 欸剛才寫錯 嗯 怪怪的喔 欸怪的幫我看一下 幫我檢查一下 重講一次 沒有啊很簡單 你看喔 就是上升50% 是不是乘以1.5嗎 就50% 150% 難道這不是1.5嗎 沒錯啊 完美的鬆 然後咧他這個 啊 對啦 沒錯沒錯 我知道為什麼了寶貝 沒錯沒錯 我們沒有算錯 你開根號的意思 是不是就是平均成長率 對不對 那你算出來是不是2分之根號3 那老實在2分之根號3 是什麼意思 就是這種感覺很像是啊 你100啊 經過了一次R 得到了一筆數字 再經過了一次R 經過兩年最後得到的錢 你知道在講什麼嗎 你看他經過兩年 2分之根號3乘2分之根號3 是不是4分之3 100乘以4分之3 是不是就75元 對不對 喔因為這是一年的錢啊 變化一次 他其實變化幾次 兩次嘛對不對 只是平均起來 他的RR的變化 就是剛好會讓他算出75元的答案 所以我們這裡取的是什麼 是不是乘以 相乘之後開根號 就是他的平均成長率 所以確實是75元 沒錯可以嗎 就是一下乘以1.5 一下乘以2分之1 平均起來就是一次乘以2分之根號3的感覺 所以我們是用相乘開根號去做運算 那如果今天呢想要講平均成長率喔 來我們繼續再看一次喔 N年的同學 來是不是跟剛剛一樣 Y1 Y1 然後呢 乘Y2 乘Y3 一直乘到YN 然後呢 開什麼 開 N次方根 對不對 可以接受嗎 同學 但是他是問什麼 成長率 那我們通常都會用什麼來表示 百分比來表示 百分比來表示 可以接受 所以你這開出來可能用百分比表示 再來第二點要注意喔 這裡要-1 為什麼要-1 舉個例子 假如你這裡算出來 是1.5 也就是150% 同學 那你其實成長是多少 成長要扣掉百分之百 多出來的才是成長的嘛 對不對 對你今年業績成長百分之 就是乘以百分之一百五十 是不是實際上就是成長百分之五十的意思 可以嗎 所以還要扣掉百分之百 才是成長的 好 這是這個幾個平均數啦 那其實蠻蠻無聊的 因為他這個題目只能算什麼 只能算成長率 那我就一講喔 這幾個平均數啊 只是想跟你講 加減是不行的 所以呢 我們是用相乘 把比例相乘去做一個什麼 開根號 這開根號 彷彿就是什麼 你自己想看喔 乘以二 跟乘以 誒 我寫下 乘以二倍 然後他乘以十二倍 我可以看到 二乘二乘二是多少 二乘二乘三 十二嘛 你先成長兩倍 再乘以十二倍 那平均乘幾次 這兩次要平均分配對不對 對不對 就是R平方等於他的意思 懂我意思嗎 可以嗎 那你去等於怎樣 去做一個簡單的音式分解 你會發現 不要 我不要寫10 我寫18 是不是就是 你有乘二乘二乘三乘三 然後平均要分給兩次的R 對不對 可以嗎 就是一次成長R一次成長R 要平均分配 這個平均分配動作 其實就是跟開根號一樣 對吧 可以嗎 假如今天呢 你把它平均分配三次 那是不是就是開三次方根 懂我意思吧 好不好 你感受一下 下面呢 來 寫一個 寫一個就過去了 某高中 考國立大學的錄取率 四年來 來看在這邊 成長率 10 10 0 21 同學 這個0不是乘以0 他是怎樣 沒有上升也沒有下降 所以是乘以1 對不對 懂我意思嗎 哲齒什麼 哲齒高中四年來 上國立大學 平均成長率 同學 來囉 也就是啊 你的R等於什麼呢 是不是10% 也就是乘以110% 乘上百分之什麼 110 那0%沒成長 是不是就100% 再乘上百分之121% 開啟四方根 四次方根 而且他是問成長率 所以你要減掉誰 這減掉1 也要減掉百分之百的部分嗎 可以接受嗎 就這樣 那這一題 不要把它沉開來 沉開來會中風喔 稍微看一下就好了 欸寶貝 大家都有100 開四次方根出來 是不是剛好就是100 11乘11是多少 那121是不是也可以猜成11乘11 所以有幾個11 有四個 這是巧合嗎 我可不這麼認為 好累喔 秀里妹 這110% 然後減掉百分之百 同學啦 其實因為我們喜歡用百分比 我就這樣寫了 所以成長率是多少 10% 10% 10% 讓你吵吵 讓你吵吵好不好 我看一下有沒有女生秘我 你說啊 你說你 像楊桃 偏偏偏 像楊桃 像水里 欸為什麼 到底為什麼會長 長蛙很擠喔 好再往下囉 自己修煉 我的心血筆記 來我喜歡我們今天 大概講到這裡就結束了 謝謝老師 對我們這裡齁 的題目大概有四頁 四頁 四頁 YES 我猜啦 我們大概講到主題舞吧 差不多了 太多了 可是我現在要講 剛剛很重要 來你先升呼吸 好不好 跳個暖身操 要帶你跳嗎 暖身操 運動一下 什麼中風 接下來我們要介紹一個 非常重要的統計 統計量 叫標準差 同學 標準差我先給你一個 高級的definition 一維資料的離散程度 幫我寫一下 同學如果講這句話 你就聽得懂 真的是很牛逼耶 當然不行 其實我們齁 再講白話一點 就是什麼 如果今天給你一組數據 你一定會很好奇 它有沒有一個趨向 對不對 什麼叫趨向呢 就是它的數據 有沒有比較集中的部分 所以標準差其實就是 在看這個資料怎樣 集中的程度 聽得懂我在講什麼 這是我們很好奇的嗎 假如今天 給你一個速限 結果資料全部都聚集在這 你是不是對這個研究就比較有興趣 對不對 可以接送嗎 反過來 如果它的亂度很大 很分散 那同學是不是就沒什麼規則 那你去研究這個就沒什麼意義 聽得懂在講什麼嗎 我們去研究有趨向的資料 好 這就是 好 標準差 好 那我們看一下標準差 我們定義的那個數學是 稍微醜一些些 稍微而已喔 稍微醜 欸 發問 學校老師有教四個貓嗎 有 沒有 沒有是不是 有是不是 到底有還是沒有 當作沒有 老師沒有啦 當作沒有啦 那我都寫 我兩個都敢 那我兩個都寫 標準差呢 同學 你先聽我講 你看它下面空格蠻多的對不對 你先聽我講一次 我求求你了 我求求你了 我開一個分頁 我開一個分頁 先聽喔 欸 它上面就有我的熱血筆記 好我們熱血一下 我們寫上面 好熱血喔 喔 不是 哈哈哈 講錯了 同學 因為資料的 那個統計 我們是用一條數線就好了 對不對 因為它只有一個變量 X 所以來同學 我們開始囉 這裡有好多點點 喔 好多喔 好很多個點點 它有N個點好了 N個點 那我問你個問題喔 這麼多個點裡面 你要去看這個資料 分散或集中 你知道我們是怎麼做的嗎 我們是跟誰比較 同學很簡單 我們先去做算數平均數 然後咧 我們的想法是 欸 假如每一個人離他都很近 那就代表什麼 欸 蠻集中的吧 聽到玩笑什麼 我們先相加 然後除以N 去算數平均數 每個人離他很近 欸 有沒有很集中 有嘛 就嗯沒錯 所以一開始齁 第一步驟我們是怎樣 每一筆資料齁 去跟算數平均數做比較 所以SE怎樣 減掉MU 然後咧 加上X2-MU 一直加 加到誰 XN-MU 同學 寫到這邊齁 你會發現這個很智障 為什麼 因為答案一定是0 你知道為什麼嗎 為什麼 因為算數平均數 這就是相當於長條圖 有的高 有的低 然後咧 你去抓出他們的平均 然後拿高的去補低的 知道要講什麼嗎 然後把他們全部拉成同一個水平 是不是這個概念 對不對 所以你拿他去減 負的跟多出來的一定怎樣 加起來一定是多少 一定是一樣多的嘛 因為就拿高的去補低的嘛 對不對 可以接受嗎 所以加起來一定是0 會剛要抵消 所以 如果你今天要算距離的話 你可以直接相加嗎 不行 所以我們就再進化 靠腰才能把他關掉 所以我們再進化 怎麼樣 把他改寫成 S1-μ加絕對值 對不對 數線上的距離 是不是就是加絕對值 同學 這個就是我們一開始標準殺的前身 但你發現了嗎 這個好算嗎 為什麼不好算 為什麼不好算 因為你要想 他拆掉絕對值 要是正的還是負的 對不對 是不是很麻煩 所以呢 我們下一個步驟 就把他改成什麼 每一個人都把他抓去什麼 平方 同學 這個平方有一個風險 你知道是什麼風險嗎 數字有可能因為怎樣 你把平方之後是變大 但如果今天你離得夠近 我們可以把這個忽略掉 因為平方確實是比較好算 對不對 比起絕對只要去看他的正負 我怎麼知道什麼時候正 什麼時候負 還要去討論 太累了可以嗎 所以呢 接下來我們就進化了 進化成什麼呢 把所有的資料都平方去做運算 好 可是這裡又遇到一個問題 來我仔細分析給你聽 你就知道為什麼公司要這樣寫 來寶貝 接下來呢 有人就問 老師 這個S1 S2 SN N比 S 這叫Y1 這叫YN Y2 好了 就兩比 同學 他們的算數平均數 好 這樣這樣 那我們把什麼 把每一筆資料啊 離他的距離 然後相減之後平方 加起來 如果值比較大 是不是照理講就比較分散 對不對 因為比較多點 比較遠嗎 加起來就大 那比較小 照理講是不是就比較集中 可是你發現了嗎 左邊跟右邊的圖誰集中 左邊 但是他假如有 一千筆資料 他只有兩筆 有沒有可能這兩段距離加起來 沒有這一千筆的小資料 加起來來得多 有可能 為什麼會這樣 因為他數量太多了 對不對 所以我們要排除數量的變因 我們是怎麼做的 不是 就除於N就好了 就把數量除掉 他有一千筆 我就除以一千 是平均一筆的資料 他有兩筆就除以二 去平均一筆的資料 去做比較 聽得懂嗎 所以你的公式就來了 Sigma的平方 等於 每一筆資料 跟算數平均數做比較 那為了去掉怎樣 絕對值 所以全部平方 一直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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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除以各數 這就是我們資料離散程度的公式 但這個呢 我們是叫什麼 你知道嗎 這個我們稱之為變異數 他還不是標準差喔 這個叫Sigma Sigma 怎麼寫 其實Sigma 你們老師寫應該是這樣寫 物理老師寫應該是這樣寫 但是我寫都是這樣寫 因為這樣看起來比較帥 而且我覺得翹起來比較好看 那個是標準的 這個啊 這個是Sigma 標準應該是這樣寫 我這樣寫是因為我想翹起來 這樣比較好看 年輕一派老師都寫上面的比較多了 年輕的 對不起對不起我開玩笑了 我怕被抓 因為我有錄音 好 那大寫四個馬就是長這樣 小寫的就是長這樣 對對對 那為什麼不寫大寫 因為大寫是雷加的意思 小寫是通常代表統計的位置數 它沒有區隔 那其實這個可不可以代表資料離散程度 可以 但你會發現喔 我們講的標準差 它只有怎樣 它是要開根號的 那你們知道為什麼要開根號嗎 不是 我講一個道理你就懂了 真的真的很簡單 你不要覺得難 他每一個你這樣子聽我講下來 你會發現其實公式就是很自然就可以寫出來 我講一個道理給你聽喔 我問你喔 假如你的資料一開始在算的時候 假如我們統計男生的 頭髮長度公分 單位是公分 單位是公分 什麼了什麼 那你去跟那個平均比較 平均有沒有單位 有啊是不是也是公分 對不對 那你相減之後咧 是不是公分 平方之後咧 變平方公分 你知道我講什麼嗎 為了要讓單位一致 所以我們開根號之後 是不是才會回到公分 聽懂我講什麼嗎 所以最後那個開根號的作用是什麼 就是要讓單位一致 好所以我們就得到了我們最後的標準差的公式 要不要背 要 但是這個背法 我是覺得啦 你如果理解了 其實自然而然可以寫 就是每一筆資料跟算數 平均數做比較嘛 那絕對值麻煩 除以平方嘛 那因為我們的數量是會影響 所以除以N 最後單位一致開根號 聽懂嗎 很順 很順就寫下來了 可以接受嗎 OK嗎 我跟你講喔 統計的公式齁 其實沒有一定 你想怎麼設計都可以 只是 它有一些性質是我們需要 所以我們這樣定義它 每個人的統計公式都不太一樣 但為什麼要學這個 因為這個比較多人使用 所以我們就使用它 好不好 你也可以當那個統計學家 你可以發明不同的 但是因為你生的比較晚 好不好 這我就不要寫第一頁 好 來以上呢 就是我們的標準差 好了那我現在再把公式默寫一遍 好 來 你要上面操嗎 對 那 嗯 我放到群組上 嗯 我也放了 請我 說你想要 好 哎哎哎哎 不要算 我錄音 這不太好 好 對不起 你回家操了回家操了 好 來又寫標準差 每一筆的資料 減掉 我比較喜歡小寫 我把它改小寫 每一筆的資料 減掉 算數平均數 mu 的平方 一直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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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加加加加 mu啊 這樣子 就是u 然後這一根長長的 就叫mu m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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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除以n 再怎樣 開什麼號 開根號 讓單位移啊 好不好 好 這個就是公司啦 他有另外一個變形形態 我寫給你 叫s1的平方 加s2的平方 點點點點點到sn的平方 這個要超好不要超錯 這第二個變形形態 這個叫什麼 平均的 平方的平均減掉平均的平方 這是另外一個形態 等一下我會講為什麼 平方的平均 減掉平均的平方 他的技法就叫 方均減均方 方均是什麼 平方的平均 減掉什麼 平均的平方 你看哦 平方相加 除以n 是不是仿佛在做平均的作用 然後平均的平方 就是mu平嘛 對不對 可以接上嗎 那老師靠腰這個怎麼來的 當然我知道你會說靠腰啦 所以我們就是要怎樣 做一次給你看 如果你將來 是要成為離主的男人哦 那你這個證明 是一定要會的 你不要連這個都不會 那這樣子 你離主可能會唸得有點痛苦 怎麼做同學 其實你會發現 重點是外面的根號嗎 不是嘛 所以只要裡面可以化解成長這樣 是不是就結束了 對不對 所以呢我們把根號內部 拉出來做一個運算給你看 我們把每 我們把每一筆資料都盛開 哦老師 對 盛開 盛開來 還要除以n呢 幹好多哦 要有勇氣哦 同學 是不是s1的平方-2x1mu 加mu平 然後呢 加s2的平方-2mu 發q 2s2mu加mu平 同學這個剩下我不寫了 好你看一下哦 平方拉出來 這個少個2 不好意思 平方拉出來 是不是就已經完成了前方了 這要講什麼嗎 這就前面這一串 今天要講什麼嗎 重點是後面這個呢 你也要把它做個處理哦 那你想一下哦 來來來問一下你們 問一下你們 mu平有幾個 這mu平方有幾個 還有幾個 有幾個 一個 就是n個 這裡有一個嗎 這裡是不是有一個 那n個 是不是就n個mu平 可以接受嗎 好 所以我們稍微整理一下 你就可以得到 哦 s1的平方 s2的平方 ++++到sn的平方 收集起來 這一個 好 再來呢 mu平呢 也有nmu平 那這裡呢 來來來這裡-2被這個 是不是也可以提領出來 -2mu提出來 來 -2mu 然後呢 剩下是se到sn 再加n倍的mu平 等你一下下 看一下有什麼問題 等一下啊 慢慢來啊 等一下 同學接下來呢 我把它拆成三個分式 拆成三個 再去分別看他哦 來把它拆成三個 你有沒有發現 他變成什麼 變成了 哦 n分之se 平加到sn 平 好我們前面這個已經出來了 那後面這個怎麼來的 好囉 減掉 2mu 然後乘上 n分之se到sn 來寶貝 睜大你的眼睛 看一下這個東西是什麼 每一個加起來出於n 這個叫什麼 每一個加起來出於n 每一個東西加起來出於n 這個叫什麼 就算數平均數啊 算數平均數叫什麼 mu啊 對 這個就是mu啊 所以就是2mu平 再加nmu平 所以就變只剩下減一個mu平了 同學 裡面的東西是不是就變正出來了 可以接受嗎 就長這樣 這個技法叫方均減均方 方均減均方 等一下我挑一題做完 然後我們就下課了好不好 可以吧 辛苦了辛苦了 哦說我啦 這個 這個叫方均減均方 那為什麼要學兩個公式 當然是有它的意義 同學變異數記得 sigma的平方要寫 它的二次方 那兩個都可以代表 資料離散的程度 只是一個單位一致有開根號 就插在這 好 那上面這個我們 是用在資料明確的時候 資料明確的時候 下面呢我們是用在什麼 資料不明確的時候 你知道什麼叫資料明確嗎 舉個例子哦 我們做一個統計 我們班上的班平均 那我說要知道每個人的分數 資料才明確 假如今天啊 你們班幾人 30個人 我說1號同學幾分 17號同學幾分 你都講得出來 這就叫資料明確 因為每個資料都知道 才可以相檢 聽得懂嗎 你S1不知道 哇靠你怎麼檢 懂我意思吧 資料明確使用 那這個呢 是通常題目會給你 直接累加的結果 所以是資料不明確的時候使用 好不好 簡單分類是這樣 那我們要做一題哦 感受一下 不顧一切的愛才算 欸不對啊我跳過了 來寶貝就這一題了啦 準備好了嗎 準備好了嗎 好啊 最後哦好快哦 來同學 算數平均數算給我 不要打阿欠了 快算 來Xbar 同學這個一bar的那個bar 一槓就叫bar 對你有喝過 那個Kirin以及巴 例如bar 這個就啤酒 啤酒 吧 那不是啤酒意思喔 那個小結的意思喔 來那他平均 Mu是多少 這7加13加9加6 快幫我算喔 你不算的話 呵呵 我就自己算啦幹 然後除以8是多少 親愛的 快算喔 你算什麼男人 這20嗎 29嗎 29 6 35 加30 65 65加 31 6 9 96 96 12 欸我算12 對不對對不對幫我算一下 是不是12 對對對 你們幾個垃圾 看12啦 標準差這裡寫s 其實我們通常用sigma比較多啦 sigma 欸不行 我是年輕人 好 來同學那怎麼算 他資料明確嗎 好明確喔老師 那你就怎麼樣 那你就怎麼樣 看老師的意思 靠靠 每一筆資料 減掉算數平均數 好不好 所以法1喔 你可以怎麼樣 7-12 同學我可以直接寫嗎 7-12 是不是5 5的平方 因為他-5會平方嘛 加上1的平方 3平 然後 6平 0平 6平 4平 3平 開根 欸除以幾 除以9 欸為什麼除以9 除以8 然後再開根號 好 好 我們算一下 到底是誰 出這一個 我怎麼爛題目 數字很重 在這邊齁 數字會有點精彩喔 大家加油喔 加1加9 加1加9 加10 欸靠腰我加錯了 我算是132 除以8 16.5開根號 開根號 怎麼按 欸靠腰 16.5是2分之多少 4.0 4.06嗎 不是不是我要寫那個 分數啊 根號的 16.5 他是根號16.5喔 所以是2分之多少 33嗎 對不對 大概寫一下就好 2分之3 你知道為什麼要寫這個嗎 因為我要用另外一個方法算一次 很硬喔 大家加油喔 同學 另外一個方法怎麼算 是不是可以用方均減均方 平方的平均減掉平均的平方 所以變什麼 7平13平9平幹 沒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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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方 的平均 然後多少 除以8 然後呢 減掉平均的平方 再開根號 我要證明這個答案也一定會對 我真的是 真的是很生氣 我算我算我算 大家不要緊張 七七 四十九 加 一六九 加 八十一 加 三十六 加 一四四 加 18 三二四 加 二五六 六加二二五 一二八四 就是一二八四 除以八 一六零點五 哦 減一四四 對 一六零點五 減一四四 答案多少 十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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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六點五 又來了 十六點五 十六點五了 是不是答案又出來了 二分之高三 三 所以怎麼樣 是不是書圖怎麼樣 忍者歸 好我自己看 書圖忍者歸 這標準差 你用這個 可以 你用這個 也可以 啊你喜歡哪一個 都不喜歡 我也是 不是啊 他總會有一個比較合適 對不對 懂我意思嗎 就像感情一樣 總會有一個適合你 我也覺得沒有 呵呵 所以這個 感覺左邊這個數字相前比較好看 那有時候右邊是比較適合的 好不好 就給你囉 對 好來我們再來看一題喔 蛤 蛤 蛤 哈哈哈哈 男人都畫 騙人的鬼喔 這樣這不一定黃標 哦 再這樣子下去這樣算很少耶 不行啦 哇 啊你們這段高放到哪裡 不知道 我看一下 來來來 確定嗎 對 啊你們下下下禮拜段考 下下下下 三個下還是兩個下 欸 三個 兩三個 我們三個下 2.5個下 我們考了一圍 你們考了一圍 啊我快交完了 啊你咧 我二圍要交完了 我二圍要交完了 你們老師是有病 是不是啊 對啊 對啊他真的有病 好那我們今天課就上到這邊 謝謝大家 辛苦囉 謝謝 欸回去 不要